另外花莲市立义无儿园 收集了园内小朋友 假日生活分享的心得 在一年一度的夕阳万圣节前夕 实现了小朋友 想要跟同学家长 最想一起游玩的花莲景点回忆 于是排除了万难 30号的上午来到 花莲远雄海洋公园 进行了户外教学活动 期盼大小朋友 一起共度节庆的活动 也制造美好的回忆 为了让市立义无儿园的小朋友 能在一年一度的夕阳万圣节 留下美好的回忆 花莲市立义无儿园 在30号的上午 万圣节的前夕 特别举办了户外教学活动 来到了花莲远雄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的吉祥物 特别以舞蹈为派对来开场 实现了小朋友跟同学家长 一起游玩的梦想 那我们带孩子来到我们海洋公园 跟海洋公园一起合作 办理这样子万圣节的活动 那在里面也有一些走秀的活动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 在他的快乐回忆里面 都有一个美好 跟父母亲相处的时光 那我们希望说 在未来每一个教育的过程里面 甚至到小学玄界教育 我们都能够 让每一个孩子 在快乐中学习 学习里面能够 跟亲子之间 有更密切的互动 这是我们办理教育的初衷跟本质 那也希望说 未来有更多的孩子们 都能够来选择花莲师医学园 来就读学习 在此花莲师公所会 全力的来支援大家 他们一直以来 都有这样的梦想 要跟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来海洋公园玩 我们今天 就是帮小孩子 圆这个梦 让我们一起来这边 共同制造我们美好的会议 同时我们也一起来这边 过万圣节 希望经由万圣节 大家的打扮 以及游乐区的玩耍游戏 让我们家长拍摄 一帧又一帧美好的画面 留下我们小朋友 在成长过程当中 最甜蜜最甜蜜的回忆 300多位小朋友 和500多位的家长 共襄盛举 畅游乐园 近距离的欣赏海豚表演 期盼在活动 节庆中 让小朋友 在快乐中学习 增加更多亲子亲密的互动 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记者蒋邦彦 寿风箱报道